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 母亲疼你的心也如往日一样 这些日子你带着诸位皇子遵行丧仪 该是累着了 儿子是长子 哪里的少不得儿子 儿子更要客气孝道 处处不能疏漏 难得你有这份心 你是大阿哥 负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些 但是你要记住 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儿子记下了 今日是你额娘折敏皇贵妃的生计 母亲已经派了人去安华殿送了祭品 多谢母亲挂念之心 淳娘娘便不记得额娘的生计 中宫崩世 诸事繁杂 淳贵妃疏忽也是有的 先吃些点心吧 云娘娘 外的还有许多事情要照顾 我不敢久留 快去吧 丧衣裳离不开你 你自己仔细着点 儿子身为长子 定当十分尽心 儿子告退 自古以来 立太子都是立敌立长 再是立贤立贵 大阿阁是众皇子当中唯一成年的 最近又替皇上生了长孙 让皇上做了马赴 占尽立处 有立的地方必有必处 但愿永皇能明白吧 听说方才 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 你不在中翠宫 永皇到我那儿坐了会儿就走了 到底贤贵妃抚养过永皇 也难怪永皇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 知冷知热地躺着 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 淳贵妃你多心了 我养了永皇这么些时候 她就惦记着 何况你那么等她 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 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 在永皇心中 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 说来 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 永皇对你多孝顺些 也是应当的 孩子的孩子 那日子 他们今天就一样 可以经常起来 你的儿子 明明是跟她想起来 你去做个生命 Ventile 我睡觉了 astronaut我 我睡觉了 你看我睡觉了 需要你也是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四个月 我们睡觉了 膝盖疼死了 咱们啊 快去快回 免得捞下话吧 说咱们对孝贤皇后不及 姐姐慢点 孝贤皇后去了之后 皇上更坏了个人似的 变得喜怒无常 前几日他指责前朝的大臣 在僧仪上不够公斤 即刻拖出去庭障 生前已不见得有多爱惜 如今看起来倒像是 恩爱夫妻一般 相信皇后如果地下有知 不知道会不会嫌自己 气势太晚 不能早泄得到这样的恩情 海岚你说话越发得任性了 淳贵妃平时胆子小 还不是敢对姐姐大不敬 如今淳贵妃的心思 愈发明白 也愈发藏不住了 难道姐姐 就要对她听之认之啊 先别说这个了吧 妾身给您准备了参汤 您喝点参汤 提提精神吧 妾身还为您准备了热水 刚才看您跪了大半天了 您扶扶腿 能这些老舌子做什么啊 我得赶紧回皇后娘的灵前守着 皇后娘崩世 地形之中为我局长 这回我这个长子不在 像什么样子啊 您这辈子 就是被长子两个字困住了 又不是 轻点 又不是铁打的人 歇一歇又怎么了 您得空 还得往邪娘娘那里跑 您好歹 也得顾着淳娘娘的面子呀 淳娘娘自己有亲生的儿子 哪怕为我娶亲 也只选了你这样 一拉里是出身的小姓小族 淳娘娘想着亲上加亲啊 亲上加亲固然好 但说来 终究是门弟姓氏最重要了 你呀 别烦事亲近淳娘娘 你当她是远房姨母 她满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 不是真心疼我 您的话切身记下了 往后不敢和淳娘娘多走动了 人哪 终究是要靠自己的 皇后娘崩式 这后卫 总不过是落在淳娘娘 和母亲身上 淳娘娘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大哥跟父亲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 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 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活争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说来 到底是邪娘娘更特明些 疼不疼得谁知道呢 什么亲情笑意 都是假的 只有当上太子 大权在握 才是最真的 对了 傍晚我会去昂华殿上香 会回去晚些 是 今儿是额娘的生计 到时切身陪您一块儿去吧 你我同学太过点眼 免得被人抓住话柄 说不敬嫡母 我自己去便好 是 永皇可是我疼过的孩子 他怎么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 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 或许永齐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 但在这宫中 所有母子子孝 兄有帝宫 从来不过就是个笑话 不过是 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 意味之词罢了 海岚 你说这话太让人回心了 是挺灰心的 可是我说错了吗 早些 圣祖皇帝时候九子夺嫡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帝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手足 这些人都逃不过 如今永皇是如此 纯贵妃不也是如此吗 姐姐 我知道你对后卫没有心思 但是纯贵妃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 先看看纯贵妃 她还会做什么 再说吧 此事耽误不得啊 姐姐 姐姐 纯贵妃一定是累了吧 妹妹给您揉揉 这些事情自有宫女们做 令贵人不必如此 举手之劳罢了 姐姐不必担心 令贵人原是我的宫女 是做会了这些事情的 对了 姐姐 怎的不见三二哥呀 永章说几位年幼的皇子 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 便亲自到太医院 拿些金银花来 给大家熬水喝 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二哥 身名笑地之一 瞧这一个个的 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了 她们喜欢便多喝几碗 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 哪儿啊 大家都辛苦了 去把勇气带过来 是 主儿 该到吃做胎药的时候了 你还在吃做胎药啊 这过去啊 做胎药是按照事情次数上的 如今大概是求子行且 喝得更轻了 是要三分毒 能不喝就不喝吧 从前会见皇贵妃也是求子行且 喝了不少做胎药 也没什么用处的 我也知道这药室未必有效 但皇上待我好 我是都知道的 妹妹先走一步 姐姐 方才我听到勇气有两声咳嗽 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 那就快去快回 路上别着了疯了 显鹅娘 儿子告退 走吧 今儿多亏有姐姐主持大局 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 哪儿啊 各位妹妹 照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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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